各位听友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 《仙夜》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555集 古妖血影 黑甲老者看到剑气消散 黑塔并未崩溃后 松了一口大气 就在这时 一股浓浓的魔气从黑塔内传出 直接进入到老者体内 老者身体上的铠甲 顿时闪烁腰翼之盲 他的身体瞬间便膨胀起来 整个人立刻长大了数倍 成为了一个三丈大小的巨人 他身体上的铠甲也随之变大 一根黑脚自老者额头钻出 散发寒芒 这一刻的老者已经不再是人了 他痛苦的咆哮一声 猛的转身 遥望正急速退走的亡灵 眼中露出寒芒 小杂种 我看你往哪里跑 他说着 身子向前一趟 追了上去 成也生鲜果 败也生鲜果 王林暗叹 他目光一闪 暗道 那只有拼一把了 他右手一拍杵带 一粒蜡丸出现在其手中 这蜡丸上有无数符文 随着王林的心跳 而诡异的闪烁 王林一咬牙 神识分出一道 漠然冲入自己的储物袋内 横扫之下 瞬间便锁定在了 储物袋中的一个 被无数禁制封印的小球内 他神识冲入其内 在这禁制球中 姚溪雪面色苍白 死虚弱到了极致 姚溪雪 说出血混蛋的使用方法 若你不说 我死前捏碎储物袋 将你融入虚无 保持现在的样子 直至寿原断绝 王林的神念 直接冲入姚溪雪神石中 好似奔雷 使得此女漠然清醒 但立刻 她便挣扎起来 因为身体上禁制产生的酸麻 使得她几乎崩溃 剪 剪开 禁止 我告诉你 姚溪雪挣扎的说道 她宁可告诉王林一切 也不愿意再承受这样的折磨 王林神念 在姚溪雪身上一准 顿时子女身上的禁制消失 姚溪雪松了口气 她从未见过王林这般交集 此刻眼睛一转 正要讨价还价 王林神石一风为二 进入楚带的只是其中之一 另外一道则还在身体内 此刻身后黑甲老者一步之下便追来 王林眼中寒芒一闪 楚带内立刻飞出一把战斧 这战斧便是巨魔族之物 王林拿出紫物 默然扔出口中喝倒 不 战斧一阵 轰然间碎裂 形成一股巨大的风暴 那黑甲老者眉头一皱 轻哼一声 大袖一甩 巨斧碎裂的风暴 顿时消散 楚带内 王林喝倒 说不说 他神念一动间 立刻禁止出现 若是子女还不说 她便准备继续让其在那痛苦中挣扎 姚西雪双目露出惊恐 她望着那金子 毫不犹豫地便把血魂丹的使用方法说出 此刻在外界 那黑甲老者扫开风暴 右手成爪向王林抓来 王林的神识在楚带内又问了一遍 迅速收回钻入体内 其手中的血魂丹被她一捏 腊丸碎裂 其内飘出一滴蓝色的血液 王林毫不犹豫 直接咬破指尖 挤出鲜血 虚空画了一个复杂的符文 这符文出现后 立刻与蓝色血液融合 与此同时 王林迅速抓住符文 按在自己眉心之上 此刻画作三丈巨人的黑甲老者已然临近 王林的眉心中那符文立刻密出 被王林一谈之下飞至千里外 消散在了天地之间 做完这些 王林猛地转身 其眼中的清明瞬间消散 取而代之的则是那生鲜果的疯狂战役与杀鸡 老东西 你给我死 疯狂中的王林 双目通红 猙獰的大鹤中 身子不退反进 直接迎面冲向老者 在冲来的瞬间 王林的身体内 漠然爆出一道道火焰 这火焰 从他全身冒出 好似浓烟 黑甲老者面色瞬息一变 他不禁反退 这一退 随后再退 你疯了 老者眼中露出震惊之色 自爆 温定修士的自爆 其威力即便是老者 也不愿直接面临 王林心神中 生鲜果的奇异之力充斥 他已经颠过 原神正在燃烧 尤其是他体内那四滴鲜液 在原神燃烧的一刻 也随之沸腾 王林的身影 好似流星 直奔老者而去 老者面色变化中 一退再退 爆 王林全身的火焰 瞬间浓药 他盯着那老者 身子瞬间便被体内的先力摧毁 与原神一同化作一股 无法想象的力量 腾扫开来 若是寻常问鼎修饰自爆 老者即便受伤 但却不会死亡 可亡灵体内有四滴鲜液 如此一来 则是天地之差 自爆的力量疯狂地横扫 老者的身子首当其冲 立即喷出一大口鲜血 他身体上的铠甲 立刻化作细丝 在其身前凝化成盾 想要抵抗这自爆的力量 但是 这盾牌只持续了三星 便立刻凝化成一个黑色的模影 一跃之下 离开了老者 向黑塔飞去 没有了铠甲盾牌的守护 老者的身子 瞬间便被王林自爆的力量波及 崩溃 自爆中的王林 身子消散的一刹那 他冲着不远处的黑塔 打出了一拳 这一拳呢 是他悼念 生命 原神所化 甚至其内还蕴含了 本尊的古神之念 种种的一切 在他身子消散的瞬间 被打了出来 这一拳呢 化作一道狂风 直蹦黑塔 黑塔一阵 骑上零天后 剑气留下的裂痕 顿时蔓延 转眼间 整个黑塔 崩溃了 半空中 一副少了一个护腕的铠甲 静静的漂浮 骑上幽光爆闪 一股神念 从其内冲出 你敢回我摩塔 即便你与他有关系 我也要杀了你 摩塔 这是铠甲神石扩散的重要魔器 没有了摩塔 他的神石便无法做到横扫大半个妖灵之地 摩塔之前所在的大地 在此塔崩溃后露出一个黑色的阵法 阵法内有一个身影在盘膝 此人一头长发飘动 身体上有紫金色的纹路 此刻 半空中的铠甲落下 化作一道道黑线 包裹在了此人身上 转眼间 这铠甲便在此人身上穿好 在这一刻 这大汉睁开双眼 千里外 虚空中出现一滴蓝色的血液 这血液刚一出现 便立刻向远处击直 在飞行中 它渐渐变化 最终形成亡灵的身影 蓝血化作亡灵 它从虚无一抓 储物带便立刻幻化而出 与此同时 一套蓝衫套在了身上 随后 王林踏步间 数个挪移施展而出 一步便失去了身影 身影在无数里外 幻化而出 王林直奔帝都 天妖城而去 血魂丹吸收一丝元神与血液后 便可在极短的时间内 发挥其作用 在死亡的瞬间 只要是与其元神相连接之物 便会融入虚无 待重新复活后 可以凭着血魂之力 把一切与元神相连之物 从虚无取回 当初的妖西血便是如此 天蕴子当年 曾给了王林一个保命之物 但此物最多只能承受 问鼎后期修士之力 那化身三丈的黑甲老者 其修为虽说相当于问鼎后期 但其实力在王林看来 却是远远超过 而且还有那黑塔内 奇异的存在 如此一来 即便是用处 也是难保一命 所以 王林在瞬间脑中千回百转 便决定以血魂担一步 他要脖的便是那黑塔内的存在 此人太过强悍 王林清醒之后 回忆一路 可谓是心惊肉跳 在那黑塔存在的神念攻击中 若非生鲜果的刺激 他已经死去了无数次 他不可能在这妖灵之地的 余下四百多年 天天浮食生鲜果来刺激原神 否则的话 没等别人来杀 他便会自己彻底地陷入那疯癫之中 从此失去神志 如此一来 他必须要搏 如果不把这黑塔内的存在 重创或者杀死 那么 他即便逃得再远 即便是用出大挪移之术 也绝对无法逃得过 此人的神石攻击 怕是只要生鲜果的效力一过 那黑塔内的存在便会再次展开神石 到那时 王林自认 必死无疑 那黑塔的存在 从始至终都不曾出来 显然是必须要在塔内 如此更加坚定了王林的决心 此刻他挪移而出 直奔天妖城而去 他要做两重准备 第一重已过 这第二重啊 便是寻找古妖的帮助 十年前之约 我因为问鼎耽搁 现在虽说过去十年 但当日约定之事极大 想来那古妖 也不会反悔 王林内心暗道 速度更快 他原神中生鲜果的鱼尾尚在 以他此刻清醒的实力 想要把这鱼尾抹去很简单 可王林那却没有任何行动 他要把这生鲜果鱼效留下 以防万一那黑塔不是重要之物 塔内存在仍然可以神石攻击 若真是这样 恐怕以后就要做好亡命天涯的准备 王林暗叹 他与那黑塔内的存在 无缘无仇 也是对方主动招惹他 但修真界之事没有对错 有的只是强弱 挪一而出后 王林却是惊奇的发现 自己体内先例 居然刚一损耗 便立刻补出 如此一来就可多次使用大挪一 要知道大挪一之术 最为消耗先例 以往王林用完呢 都要拿出咸月 耗费一些时间补充 但此刻却是没有了这个故 他几乎刚一幻化而出 便立刻再次施展大挪一 定是在自爆的同时 那四滴咸液融入体内 我复活后 却是一种奇异的方法 在体内存在吧 王林略一分析 便不再考虑此事 多次大挪一之下 天妖郡的都城已经不远 王林这一路啊 可以说是以从未有过的速度 在极致 可惜 当初被生鲜果刺激 失去了神志 否则的话 那紫鼠的剑气 绝不会丢下 不过那紫鼠的尸体 我却是记得在何处 不知若赶回去 那剑气是否还在其体内 王林目光一闪 怦然心动 但此刻却不是去火妖郡之时 眼看只需最后一次大挪移 便可去那天妖郡都城 王林刚要踏步而去 就在这时 忽然 身后传来一阵充满怒意的吼声 我倒要看看 你能跑去哪里 在王林身后千丈外 一个身穿铠甲的大汉 踏步而出 此人相貌威严 双目处幽光闪烁 一股滔天的魔气 在其身上纵横 王林面色一变了 踏步而出 在其身子消失的瞬间 他回头看了一眼那大汉 这一眼却是让他险些惊呼 临天后 那大汉的样子 赫然与建尊临天后 极为相似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秘》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